其實很多人卡住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很辛苦,不開心,很多煩惱 很多人卡住在這位置,覺得很難搞 其實用人的方法搞,是很難搞的 就算你只是說,神啊,我只是想你幫我解決問題 你也發覺很難搞的,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注目在問題上,就算你說神啊 我每天就是靠你處理問題 只要這樣,你發覺一樣的問題依然存在 也就是說,耶穌說,你們當父我,騙行我,讓色 這樣你們心裡必得強患色 就是當我們肯走神的路 將我們的心放在神那裡,神就會用我們 我們今天的信息是,我們需要成為末後的基督徵兵 是需要的,因為在末後的日子 實在是很多人,是軟弱的 很多基督徒是軟弱的 在網上,大家可以下載一個文件 一個書,一本書叫做《末日決戰》 《末日決戰》 在那裡,大家會看到一句說到 他說在末後的日子,其實是在打仗 為什麼打仗呢? 就是說,阿鬼就很想把那麼多人拉去地獄 而神的子民,有一部分就很想把人拯救 但其實有很多基督徒就不是這樣的心態 很多基督徒是很軟弱的 第一,就是有些基督徒是在玩的 經常都是只顧著玩的 一起回教會就去開心,認識朋友 另外一種就是,他有很多問題 另外有些就是,他很想打 不過被魔鬼打到他穿了,那些規甲穿了 就有很多傷口 然後有些真的想給神使用的人 其實不多 但如果我們靠著耶穌 有些人當然是說,我不行的,我不夠好的 其實只要你的心願意,你說 神有很多問題,我願意給你使用 你幫我,當我們親近祂,祂就會幫我們 當我們住在神的天國 這些問題,先求神的國和祂的一切問題 就會除去,神就會幫助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心注目在神 祂真的會祝福我們 那麼我們呢,越是注目在神的身上 我們就越能夠做更多的事 更多給神用 也都自己蒙福的 不只是說你覺得犧牲 其實不是犧牲的 是很蒙福的 我自己是真的發覺 我是很蒙福的 能夠祝福很多人 由神祝福我各樣的 每一方面都蒙福的 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節 我們一起讀 有經文一起讀 羅雅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這裡說到羅雅日子有洪水 那個日子是怎樣的 即是說,忽然間洪水來到 他們之前是喝假水 忽然間洪水來到 那些人不能夠逃脫 耶穌回來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即是一樣會有 好像很太平 又忽然間災難來到 那時候耶穌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基督徒都準備好自己 神啊,我們可以給神使用的 我們可以祝福更多人 我們一起宣告 我們靠耶穌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靠耶穌祝福很多人的 因為那些人在洪水很慘 當他們在洪水的時候 他們想要回方舟已經太遲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我可以給神使用的 其實前一段時間 我曾經說過關於一些活世的先兆 我這次也會說的 也會說到基督徒可以做什麼 更多是做什麼 還有一些對聖經的創的解釋 我從聖經去回應 上一次到現在來說 我發現了新的新聞 英文就說 You will get shipped eventually 他說你每一個都會放微型的晶片 在你裡面 就是最後都會的 他講到什麼 就是整個世界的趨勢 趨勢都是很想放微型晶片 而這個已經有很多國家的人數 很多是使用微型晶片的 那微型晶片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他們來說 好處就是方便 就是你想像到的 它全部都可以做到 你的車鎖了 你用微型晶片可以開車 你開門入門 你的身份證 你的護照 你裡面的記錄 你不記得很多東西 你可以在裡面放下很多的記錄 就是你想做的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得完 為你做得完 所以很多人來說是很方便 就是比如搭車啊 用信用卡 全部都不用 那甚至有些地方已經開始不用現金 那其實香港 我想有些人都聽過這個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在大陸很多時候 知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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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地方 他們就說 你去到中國 用現金都不行了 有些地方 這個趨勢是會越來越多的 那就是 正先所說的 這個是US Today所說的 US Today 然後呢 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是產生超人 這裡寫著 Human 2.0 那大家如果你聽過 用那些 例如USB 1.0 2.0 3.0 就是說現在有些人是2.0 那為什麼2.0 因為他可以將他的智慧 放在晶片那裡 那時候呢 很多人做不到的 他可以做得到 那也是很多機械的配合 那譬如 有些人 已經有了 一些警察 他可以用一種眼鏡 他總之 他將一些智能的工具放在裡面 他一看你 現在 譬如有些身份證 有些用RFID 其實新的香港身份證 和很多地方的身份證 和護照 新的全部都用RFID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遠程的能夠讀到你裡面的資料 就是說 有一天 那些警察戴著眼鏡 一看你 已經知道你是什麼 哪一個人 什麼名字 你的背影是什麼 全部會出現的 那麼我們的身份證 現在是智能的身份證 新的那個 是全部記錄了 就是 一些重要的資料 不過他就不像有些國家 就是 他又不像這些 那些智能有些連你的信用卡 那些是沒有的 就是香港那些 就沒有這些 但是你個人的資料 是有很多放在裡面的 所以如果警察一 找到你的身份證 已經知道你是誰 就是知道你很多的資料 而這個目的 是產生超級人 就是說 他們會比普通人更加 就是 有些地方 普通人做不到的 記憶做不到 但是他們 那些人 有一個晶片的緣故 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些是提醒我們什麼呢 提醒我們魔鬼 可以用這些工具 現在這些 不是這個獸人來的 聖經有說到 每一個人 將來 敵基督就會迫些人 要受這個獸人 你不受傷 你不可以做買賣 即是不可以買東西吃 那你也不可以買東西 即是說 你耕中了 要來賺錢 也不可以 即是做生意也不可以 什麼都不可以 一定要拜敵基督 但現在的晶片就不是 不過 如果現在受到的晶片 將來當他一主的官用 即是你做什麼都 因為用這個晶片的時候 就會很有困難 即是那時候 你很難回頭 譬如瑞典的火車 它可以用晶片 來付款 即是搭火車 其實基本上 你想到的東西 都可以用這個晶片 來控制 而 也都 第一就是這個晶片 第二就是這個 5G的將要來臨 這個真的來臨 即是很多地方都會來臨 因為經濟的影響實在太大 因為它賺的錢 實在會有很大的數目 即是現在我們用的手機 都已經是賺很多錢 這個更加重要 但其實他做到的事是很好的 即是他有他的傷害 但他真的做到的事很好 為什麼呢 譬如 真的可以是無人駕駛的 即是有些人會覺得很害怕 但其實他比人更加快 因為他的反應的時間 是比人的反應時間高很多 所以有人一衝出來 他就馬上知道 即是殺車了 如果用這種5G的方法 控制的車 是可以完全避免任何的意外 那時候呢 那些人當然想得到這件事 甚至有很多功能 即是你想像到的 都可以用這個5G來做得到的 那他跟我們現在用的4G有什麼分別呢 4G大家可以看到的數字 是700MHz 即是每秒鐘有7億次的震動 至到2.4億 24億的震動 但是5G的數目是什麼呢 是有600億的震動 的數目 即是說你看這個數目多少倍呢 差不多100倍 即是90倍 然後這個如果是24億的 都已經是 就是 30倍之類的 其實是非常大的倍數 那這個對於人的身體 是相當大的破壞的 而且每兩家到十家 就會有一個發射台的 為什麼呢 5G呢 就是第五代的手機 或者其實它不只是手機 有很多人說 即是是不是手機 不只是手機 基本上你所有 即是 甚至家裡的雪櫃 那些微波爐 家裡的任何的運作 都可以用這個控制 所以它不只是手機 它是一種的 即是一種電波能夠 控制它能夠 即是 人做的事情 它都能夠控制得到的 那呢 因為它的波很短 所以就變成了 需要很多這些的發射台 那到時候 一個後果是什麼呢 就有很多人 測試 有人會有癌症 老鼠有癌症 會有 破壞的DNA 神經系統 情緒問題 即是說現在 其實大家如果 有留意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這麼多人 有情緒問題 其中一個因素 有不同的因素 食物 這些 污染 那些 改變 DNA 改變DNA的食物 即將它的遺傳 因此改變的食物 那些叫什麼 有個名字 基因改變的食物 這些都是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這些 發射 這些4G的發射 我們的手機 周圍的電波 你用不使用手機 這些都是有不同的電波 在你周圍發生的 這些是影響人的情緒的 即是人 很多人都會覺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開心 都是可以受這些影響的 而到將來 用這個5G的時候 傷害是幾十倍 至一百倍的時候 那個傷害 更加我們難以想像 那的時候 人就會很隨意 就是任何方法得到都 幫助他 都想去尋求 而他不想尋求神愛 他想用其他方法的時候 就會給敵基督一個機會 去控制 控制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一些風暴 聖經又說到 在耶穌的時代 其實沒有海嘯 但耶穌已經說 當人聽到這些海浪的聲音 就方方不定 在耶穌的時候 都沒有這些海嘯 但耶穌已經知道 將來會有海嘯 那些人聽到就會很害怕 譬如我們香港的那些暴風 曾經發生過 天甲 還有你看過那些風 那些很厲害 還有最近這個山竹 我們看到這個其實已經很厲害 但將來的暴風更加重要 曾經我看過那部電影 說到那些龍捲風 現在很多時候 有時候美國有龍捲風 最多一個 但他會說到有很多龍捲風 同時出現 因為這個地球的轉變 其實今年大家都發現 那些冬天衣不是很用得著 因為天氣的轉變 這也是聖經所說的 末日的末後的日子 當我們注目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有一天 什麼都會很令到我們失望 這是印尼海嘯的一幅圖 即是那些浪 那種恐怖 我們很難想像 那這個就是地震 這個曾經在中國地震爆發的時候 有人拍到這幅圖 那這個就是四川 即是四川 即是倒到那些屋 很多人都摘在下面 那這裡就是講到 全球六至八級殺傷性的破壞性地震的數目 那你發覺由2000年至2008年的時候 比以前是高很多的 而其實這裡 這個是由1900年開始 那時候已經科學進步 即是那時候已經計算 但是它會來到這個時候 2000年是忽然急升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是活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那全球不同的災難 有不同的包括有地震、冷熱、天氣、寒災、洪水 那你加起來呢 這裡是由1970年至2018年 那大家都看到 是2000年之後 每一樣東西都是更加加劇的 那這個講到 地震的數目 由主線2000年到1000年到2000年的時候 那個數目呢 大家也都看到是非常 即是增加得很厲害的 那我們看到 原來這個世界是一個 去到末頭的日子 那這幅圖是很恐怖的 就是有愛知病的人 愛知病其實很恐怖 就是因為他們有7年至10年的潛伏期 在潛伏期的時候 他身上帶著愛知的菌帶 他不知道 然後到了 有些人是濫交的時候 他已經傳給了不知多少個人 現在網上 其實 網上 例如 你會找男人找男人 女人找女人 男找女女 女找男 都有的 即是你想找一個 這樣的partner 大把人奉陪的 這個世界已經是改變得很厲害 但是 後果呢 在寶羅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沒有愛知 但是寶羅已經說了一句話 他說 因為他們男和男行可憎的事 就在他們身上受者妄為當得的報應 以前是沒有愛知病患 但是那時候他已經說 他們在他的身體受妄為 即是做錯事 而當得應當受到的報應 即是說 在那時候已經知道將來的日子 是會有人 因為他們同性戀的情況 而產生的問題 這裡可以看到 因為他全身都沒有 抵抗能力很弱 變成他全身都可以發魔 還有任何的小病 都可以成為他很嚴重的病 也有很多的迫迫 大家看新聞 剛剛聽到斯里蘭卡 實際上 現在的恐怖活動 和宗教的迫迫是很強的 一種是宗教迫迫 另一種是政治迫迫的宗教 兩種的 一種是 譬如說 一個宗教迫迫另一個宗教 另一個就是政治 因為想控制這個國家 變成整個國家的宗教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大家如果上網找 宗教受迫迫的國家 大家會列出最重要的是北韓 很多國家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 聽到新聞都知道 有些地方 我們熟悉的 都是那個迫迫加強很多 有很多是因為政治的緣故 但是這個政治的活動 也是聖經所說的 這個不法的隱異 就是魔鬼這個隱藏的力量 一直影響著這個世界 這個大家都熟悉 這些迫迫殺害 現在我們看聖經的 第一個重點就是 神預言在末後有極大的軍隊 這些軍隊是甚麼人 這些軍隊是否一定一些 很強盛的基督徒 那些強都不得了 不是一定的 其實最重要是你的心 就算你多軟弱 我曾經見過一個外婆 有一次來到教會 就是來過一次 大家聊天 我看到她很熱心 很熱心說到她怎麼傳風 我就請她在崇拜分享 其實她是一個外婆 但是她因為她心裏被神更新 她的心裏就火熱 她一說的時候 就覺得她真的 令到我心都火熱 令到周圍的人都火熱 就是說大家不要以為 我不行的 我有情緒問題的 我不開心的 我有煩惱的 我不可以做基督徵兵 不要這樣說 因為力量不是從我們而來 是從神而來 只要你說是神 我願意 你願不願意 你跟神講 如果你願意 你跟神講 我願意成為你的精兵 你願意成為神 你真的願意成為神 神一定會聽你的祈禱 和祝福你的 這裏講到在末後的精兵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 四字一起讀 他又對我說 你向這些鞋骨發如言 說 敷光的鞋骨 要聽你的話 第十字 於是我遵命說如言 氣息就進入鞋骨 鞋骨便不活了 並且站起來勝了 卻是極大的軍隊 主對我說 人子啊 這隻鞋骨 就是以色列全家 這裏講到成為一個極大的軍隊 神要祝福 而這裏所講的 主要講到以色列 他們很多人信主 但我們都是阿伯蘭的後裔 都是我們信主的 都是阿伯蘭的後裔 都是真以色列人 所以我們都會成為精兵之一 我們只要我們願意 不過的確 如果你眨眼看這個世界的基督 你會發現很多 真的完全不是精兵 真的可以說 他沒有人打他已經倒下了 沒有人打他已經軟弱了 但如果我們說神啊 我願意 這是聖靈學堂 我們經歷 我們可以隨時經歷聖靈 是很特別的 我希望大家都珍惜這個 我剛剛聽了一個人的見證 不是每個人都經歷同樣的 這個人 是一個聖工會的背景的人 他在22歲的時候 他接觸了一些聖靈充滿的人 那些聖靈充滿的人 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問他 你跟耶穌有沒有個人關係 以及說到聖靈充滿可以怎樣改變你 他自己的心 就是很想得到這個 他自己祈禱 他就求聖靈充滿我 他說我願意神啊 我願意跟你有個人關係 求你留在我身上 他說我這樣祈禱 但是五分鐘都沒有反應 但是之後就有反應 他就感受很大的能力 進入他裡面 然後他就開始講謊言 然後他覺得整個人很感動 以及很大的更新 每一個人的經歷不是一樣的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不是這樣 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渴慕神 每天都跟神說 神啊我愛你 我感謝你所做的一切 我願意更加走你的路 神就會臨到你身上祝福 只要你願意 你願意就可以了 你願不願意 你願意跟神說 真心跟神說 神啊我願意被你充滿 被你使用 你願意的 現在跟神說 神啊我願意 被你充滿 被你使用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便可以成為基督的精兵 這個《加勒太書》3129節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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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很多人就很害怕 一想到每天 譬如我們大家 可能會認識一個群體 都不止一個群體 他經常發預言 耶穌飯回來了 哪一天來了 我們全部買糧食 他們每個買糧食 然後我們要一起上山 一起逃走去北面 但聖經不是這樣教我們 聖經不是教我們去逃走 聖經不是教我們儲糧 聖經是教我們倚靠神 和為基督作美的見證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在往上大百萬活日 不過很多時候的重點 就是整天都是避難 有什麼災難 你要避難 但是耶穌不是這樣說 耶穌是講到 我們怎樣能夠作美的見證 當然我們不會見到 被人捉就走去被他捉 我們祈求神怎樣去保守我們 一會我們會講到 在這個困難的日子 我們怎樣可以站得穩 和神的能力在我們身上 第二就是聖經有講到 這個敵基督 並且有離道反教大規模的人離開神 在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會遙動 你會說 我認識的基督徒這麼多年 他相信耶穌這麼多年 他都跌倒 甚至牧師都跌倒 的時候 你說我又不是牧師 我怎樣站得住呢 但是你只要你真心依靠耶穌 你一定可以站得住 我現在後書二章三節 講到你這個敵基督一起讀 因為那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攻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或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這個講到 在這個日子之前 耶穌回來之前 必有離道反教 就是離開這個爭道 和反對神所立的宗教 基督教 就是很多人會離開和反對 還有這個大罪人 是沉淪之子 這個沉淪之子 原文就是用 the son of prediction 就是男性的 就是終於有一個男性出現 這個人是抵擋主 抵擋神的 並高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就是說所有受人敬拜 我們創造天地萬萬的真神 是至高的 不過在世界上 受人敬拜的程度 並不是最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聽話 很多人不是真的尊敬這個真神 到達每天 就真的每個人都要尊崇 但是在這個時候 天地創造的真神 並不是被人最高的尊崇 但是這位敵基督出現 是被人敬拜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因為他用假的神職 假的歧視 並且他是用壓力 他用政治 不是經濟 你不受這個印記 你就不可以做買賣 並且打仗 控制著世界 那麼你都在啟釋錄的講到 那些軍隊 就是一路來到去攻擊的時候 去攻擊神的子民的時候 他們是那些邪靈進入了那些王的身上 如果那些王都有邪靈 就是說整個軍隊都是被邪靈充滿的 將來這個世代 很多人受了受印記 也很多人是集體的被邪靈充滿 所以我們基督徒是必定要站立得穩 不要被這些邪靈影響 今天 有些人說死了 我們一趕也趕不清 原因是我們和神要建立關係 並且處理一切問題 所有問題 別人罵我們不要緊 不死 其實人最受印象就是人 人家說我們 人家不喜歡我們 人家拒絕我們 我們就會不開心 但是總有人喜歡我們 我們不用住在人身上 我們住在神身上 我們聽神說 但是我們祝福人 不介意人 但是我們祝福祂 這樣的時候 神就起願 神就會凡事祝福你 這個迪迪多 他超過被人 一切被人敬拜 並且坐在神的殿中 自稱為神 這個殿到底是 什麼解釋呢 一個可能性就是聖念 由撒冷聖念 第二個就是 教會 但是因為耶穌曾經說的話 他說這個 但耶所說的 這個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地 那這個 行毀壞可憎的 就應該說的是敵基督 當然在他們那時候 主教七十年 也有一次 這樣發生毀壞這個聖念 但是 在將來的時候 這個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這個聖念 站在這個聖地 耶穌所說的 很大可能 就是講到耶路撒冷 那麼耶路撒冷 也有很多人說 現在 有些人說 是起聖念 有些人說 哇 就是好消息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 現在的猶太人的方式 起聖念 那個聖念 是沒有耶穌的 有些人很興奮 哇 他們說起聖念 但是這個聖念 是沒有耶穌 不是一個親人神的地方 這是一個違反基督的地方 所以 我們不要 就是我們去全方 帶些猶太人說耶穌 而先人說耶穌 但是我們不是去鼓吹他們 用他的方法 整個舊約的 憲制聖念 那個憲制聖念 憲制已經過去 因為耶穌就是這個 完美的祭物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分辨 不要看到 哇 聖念 我們將來去聖念 那裡 就是去跟從那些人 那些人的方式 並不是合乎聖經 那些人的方式 並不是合乎聖經 接著第二項七節 一起繼續讀 因為那些不法的隱異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些難阻的 他便除去那時 那些不法的人 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 滅住他 用光流的榮光廢掉他 我們說到 有一個不法的隱異已經發動 這個不法隱異 第二呢 翻譯聖經 英文就是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一個不法的隱藏 或者神秘的動力 在這個世界上已經不斷發生著 大家留意 無論是因為經濟 或者人心的改變 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難信耶穌的 因為他有手機的吸引 他有色情的吸引 有這個世界上的享受的吸引 也都是 甚至有些國家 是叫一些人 你不可以信耶穌 就是有些國家 叫他們簽署 你以後不信耶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將來前途是受影響的 那就是說 這個世界的年輕人已經是 被這個世界所吸引 是非常難信耶穌 這是不法的隱言 而普通人都是一種自我 在罪惡裏面 不同的罪惡實在有很多 那說到這個不法的隱言 已經發動 魔鬼一直發動 所以現在的人 一聽到耶穌的抗拒感 是強很多的 比以前強很多 這個不法的隱言 但是有一個難阻他 等到這個難阻被除去 就是說 神不再難阻魔鬼了 容許他釋放出來 聖經有說到 開了這個無底坑 開了這個無底坑的時候 這個不法的人就會顯露出來 但是這個人 就是親自被耶穌去懲罰的 就是耶穌會親自 降臨的榮光 將他廢掉的 所以呢 這個聖經也都說到 這個人有三年半的時間 其實怎樣受苦 都是三年半的時間 而聖經是有說到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神會可以幫助我們 當然聖經是有清楚說到 將來會有很多人殉道 不過殉道的人 是有特別的永恆的賞賜 殉道的時候 我們受的苦是一個短暫 但是我們將來得的福氣是永遠的 也到今生是有極大的恩怨的 第九節我們要讀一下 者不法的人來 是照撒旦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跡 我一切虛假的歧視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 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親你的心 是他們得救 那麼就講到這個敵基督呢 他是照撒旦的這個運動 意思是 不是就是1 2 3 4的運動 是他的活動 照撒旦的活動的方式 就是各樣的異能神跡 但是那些是假的 有些人說 聖靈充滿了一個人的神跡 都是假的 但是耶穌說看果子 這個果子是否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遵從耶穌遵從聖經 那些就是出於聖靈 不是出於邪靈 因為邪靈和聖靈 邪靈的來源在哪裡呢 是墮落的天使 都是神創造的天使 所以他跟聖靈有類似的外面的反應 所以在異教裡面 他們有些人 他們都有按手 都可以一樣受到邪靈 還有那些人受到邪靈 有些感覺 經歷 表面的經歷 都可以跟我們一樣 但是不同的就是 他沒有悔改信靠耶穌 做生命改變的這種生命 沒有這種喜樂平安 而是他有的 是會 他有力量 所以很多人的新紀元 是很追求這種力量的 我們就知道這些是迷惑 這個世界很多人被迷惑 因為他們 真的很多人不同的經歷 靈界經歷 他們靈魂出竅 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 不過他們認了一件事 他們靈魂出竅 經常都變成邪靈 不過他們說 你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未到時候 魔鬼未必會做什麼 例如街上很多人走 魔鬼都不會每個人都搞他 魔鬼不一定 每個人都完全控制他 他們就以為 那就是沒事了 看到這些黑的人物 這些邪靈都不要緊 他們不會叫他做邪靈的 他們就叫他做一些靈體 他們就覺得沒事 他們覺得 我們這樣的方法 已經可以尋求到真理 得到一種高超的經歷 很多人就追求這個 其實魔鬼用的方法 真的多得不得了 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人 我們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的子民 我們是很高超的人 我們就有信心 我們走神的路一定是蒙神的赤福 這個不法的人 是照撒旦的活動 行各人的二臨神 以及虛假的歧視 在這些沉淪的人身上 行各樣出於不義的鬼扎 令他們不領受這個愛真理的心 於是很多人沉淪 這個貼受人家後書第二章 就說到這個敵基督的經文 然後耶穌說了 這個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也都說到被提的 大家有幾個聽過被提的 基督徒被提的有幾個聽過 有幾個聽過在災難前或災難中被提的 我今天是由聖經給大家看 大家都回去自己再看 聖經是不支持在災難前或災難中被提的 有些人說 神樂觀點 一個災難時一個災難中一個災難中一個災難後 覺得好像任你選擇一個 不過其實聖經真的很清楚 清楚到 不可以再清楚了 非常清楚 馬太二十四章說到耶穌回來 萬俗都要哀哭 全世界都會哭 在這個時候 然後那時候基督徒被提 並不是災難前 被提其實是 我們被提 在胸中與主相遠 不信的就留在地上 分開兩群 一群就是綿羊 一群就是山羊 被提並不是逃避災難 但是神是會給我們壓力量的 我鼓勵大家回去看 《馬太二十四章》 但是我今天也和大家看 裡面很多的經文 讓大家看到 不是我去說的 為什麼我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 信了主三年 我一家基督教學教書 那時候 我也在教堂上主一學 有一個老師在美國 他用英文教我們主一學 介紹我們這本書 叫《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 有沒有人聽過這本書 這本書是講到災難前被提的 那時候我看得很興奮 很被吸引 我跟學生都講這些 但後來我去讀聖經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希文的老師 我們有一次聚會 就是在一個 廣東活日的討論會 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有不同的人說出不同的事 然後有一個老師 他站起來 他就說 他說我看聖經 我看不到聖經說是災難前被提 那時候我聽到很驚訝 我一直聽到都是災難前被提 那怎麼會不是呢 那我就真的用聖經 我就是這樣 我聽到一件教導 當我聽到一件事是新的 或者一件事我想了解 我就會全本聖經看完去找 去找 我也都會看兩方面的書 去找他們的看法 當我看完之後 我發覺是完全無可自然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將基督徒提升到他那裡的意思來的 大家看看經文 第二十四章九節開始 如果大家有印象二十四章 耶穌說什麼呢 那些梅童就問他 江南和世的梅童有什麼先兆 他就說到有饑荒、瘟疫、地震、妖亂、假先知 然後第九節那裡說 一起讀 哪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 也要散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那些名秘萬民恨戶 哪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且有好色假先知起來 為何多人 耶穌說到就是末日 首先這件事就是 很多人軟弱離開他 我們看一看經文 他說很多人會將我們陷在患難 就是迫害基督徒 將我們放在患難之中 有些殺害基督徒 那你就死了 如果殺害就慘了 不過殺害其實是得到更大的賞賜 而且神會給我們額外的恩怨 因為聖經答應了一件事 就是當你受迫害的時候 你不用想著怎麼回答 聖經說什麼 聖靈會指教你當初的話 所以到時聖靈跟我們溝通更多 所以越是親近神的人 在那時候更加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其實在這個時代 因為很多人都聽到聖靈的聲音 告訴他要做什麼 我們到時候更加會聽到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保持聖靈中 是極度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算被殺 我們也不用怕 神也會保守 愛他的人 讓他能夠更多時間為主作見證 然後第十節 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離開神 又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他們很多人跌倒 並且互相陷害希望 很多人離開了真道之後 就陷害其他人 在這裏好車的廣道 是跌倒 又跌倒成怎樣 不是說跌倒還是基徒那種 是說他會被死陷害 恨戶 即是說他們已經不是基徒 他已經是敵黨殺人 而且有好車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 有時候大家 我想在網上 或者你有時候 聽到很多聚會 哪裏有先知 很多人就蜂擁而去 那我自己的體會 我本人親身見過 一些非常準確的先知 不過也都見過 有些先知 說話是很明顯不準確的 還有有些 他說先知的話 基本上任何基徒都可以說 他說 神很愛你 神祝福你 你聽神話 神會大大賜福給你 聖經已經講完 這個不需要先知去講 當然先知這樣講也不錯 但是很多人追求 很想聽到 今年你會結婚 今年你會賺很多錢 今年神很喜歡你 神很多祝福 很多人不想先知去講這些說話 不過聖經都講了 你聽神話 祂就會這樣祝福你 為什麼我們要找個先知 告訴我們 聖經已經告訴我們 聖經已經告訴我們 先知有它的重要性 是指引人行在神最完美的計劃 或者指引教會或者地區 如何帶動復興更新 但是現在有些先知 是追求如何帶更多人來聽他說 先知的信息 是追求他更加被人接受 一個更大的聚會 更多人蜂擁去他那裡 就是好像追求這件事 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是 我只是說分辨 不要見到先知 是否也信 有些人就這樣跟我說 先知說這些東西給我 為什麼不應驗 你怎麼知道他是真是先知呢 為什麼你不去分辨一下 為什麼你去質疑這件事 甚至有些人說 他質疑神 先知說那些沒有應驗 他質疑神 為什麼神會這樣說 為什麼你不去質疑那個人 你不去質疑神 神是我們永遠不應該質疑的 就是有些人 將信念放錯了 曾經有個姊妹跟我說 他有一個人說 總之你聽神話 有信心 他沒有交給他聽話 你有信心 你每一個姊妹都可以結婚的 都可以有結婚 他說我很相信這件事 我等了幾年都沒有結婚 那我就對神失望了 為什麼你要信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信她說的話 那些人說到祝福 但是祝福是否一定結婚才是祝福呢 不是一定的 就是這個 我們大家應該分辨 這個人是不是聽錯 因為那個人說錯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親自聽到 只是他解釋給我聽 所以我只是說一件事 不要見到先知就追求 我們追求真理 追求神 追求神 追求神什麼都有 有些人說 我信不到神的聲音 我想說 你聽神的話 神一定跟你說話 他一定指出你的罪 你聽到的時候 會指引你做什麼 你看聖經 神會指引你 一定會指引你 要你聽話 他一定會提你的 先知性 有些人是很強的 那個人有什麼問題 即是說得出來 有這件事是好的 不過 每個人都收到一定 對他個人指示的聲音 只要你聽話 所以我們不需要一定依靠先知 但有先知 去印證是好的 我一點都不反對先知 聖經所謂的先知 我絕對歡迎 不過只是 有些人是為了他自己的財利 更大的聚會 我們就要分辨了 所以到時會有很多假先知 其實現在真的 就是雜崩崩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真的 不好見到是聚會就參加 即是要分辨了 好了12節 指引不法的事爭多 許多人的愛心 才漸漸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者天外的福音要全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活其才來道 不法就是犯罪的事爭多 這個犯罪指導 世界犯罪和教會裡面的犯罪 也一樣 越來越多 很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了 即是很多人就 他都是這樣 很多人跟我說 那些基督徒都迫害我 對我不好 說些不好笑話 說謊 做些傷害性的事 我不翻教 我不喜歡跟從神 或者我不再信人了 其實我們要分辨 我們信的是神 人是信的程度 是根據我們認識他 幾多年 我會這樣說的 你不能說 牧師我就全然相信 但我又不是叫你不相信 而是我說 你當你認識牧師 一直看到他的生命 你的信用就加強了 你不會說 你第一天看到他 當然我們基本上 對一個牧師 是有基本的信用 但的確 這個世上有假的 不是那麼好的牧師 但我們當我們認識他 他真的有愛心 真的關心人 他真的傳入神的道 他真的犧牲 我們看到他的生命 看到他好的時候 我們就對他的信用加憎 不過我們都知道 他都會犯錯 可能有時候說錯話 有時候發脾氣 但我不因為這樣 而推翻了這個人 他做錯一件事 不代表他沒有價值 他人也有他的軟弱 有些人 你認識他沒多久 已經發過問題 基督徒也是這樣 我們分辨 基督徒只是這樣 因為他軟弱 我們就不要把他軟弱 每個人都是不好的 每個人都不信任 我們就要分辨 有些人不自己信任 但有些人我們越看他 他真的有關心 有愛心 有犧牲 真的處理生命 真的遵從神 我們覺得這個人 我們可以信任他 但信任始終 生命是信任在神的手中 這些人信任 即是我們一起同工 鼓勵他 支持他 為他祷告 那種信任 並不是說 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他身上 即是這件事 我們只是做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人迫害我們的神 我們不要因為這樣 我們就失去信心了 好了 要說到 很多人迫害我們 很多人跌倒 被陷害 對不起 不法的事 很多人的愛心就冷淡 我們堅持 神是最好的 所以多少人跌倒 我都是這樣愛神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即不是只信一陣 是永遠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而這個天國福音的全片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有末期才來到 有多少基督徒會關心這件事呢 有多少基督徒會關心你周圍的人 我都想支持宣教 去參與宣教 去幫助我能夠幫助的人去宣教 這樣的時候 就將福音全片普天下 因為事實上 在香港你們聽聖經之後 聽了很多很多 加上你聽的聖經 其實你每個都可以做牧師 就是你所聽到的 我去到很多地方去訓練的時候 他們說 你是第一個牧師來訓練 因為多數牧師去到 做什麼呢 就是醫治聚會 一個聚會 完結了 幾天就離開了 但是我去到真的去訓練他們 他們就說 很少人真的來訓練 我都希望大家 你學到的 放在心中 實行出來 並應用出來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我也鼓勵大家 明天下午兩點鐘 就有這個事逢操練課程 就給大家去訓練 除了每個月 第一個禮拜之外 其他日子 除了這個教會 有特別的活動之外 除了第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日 下午兩點至四點 都有事逢操練 每一次都給大家操練 有些人說 有些我都做過 譬如我明天做 這個 是分享的操練 我都會分享 但是怎樣更加好 怎樣更加有力量 能夠有清晰的邏輯 能夠影響人 有感動性 你的聲音怎樣可以更加好 這些全部我都會訓練 有些人聽過 但是你有沒有做到 我會逐步逐步的訓練 希望大家都珍惜這個機會 不是永遠都有機會的 暫時我有這個時間 我希望大家珍惜 能夠學習 能夠真正建立 建立到自己的生命 並且可以形容出來 而我們每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出去傳歡 希望大家都是參與的 然後27節 講到耶穌共臨 我們一起讀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照到西邊 日子各民 大約者入 29節 冷靜日子的災禮一過去 日頭就變黑 熱量又不放光 眾生要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度 我們看看 有些人說 就是耶穌在半空 講到災難前面 耶穌在半空 跟著基督徒一身 失蹤了 基督徒在開車 回飛機 忽然間就撞山 忽然間沒有人控制 因為基督徒被提 但這裡看的是什麼呢 是耶穌回來的 那是怎樣呢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到西邊 日子降臨 有意志向 就是好像閃電 忽然間全世界都可以看得見 東方閃電 現在叫全能神教會 也說東方出了一個女基督 不過這個女基督很隱形 你上網找得找很久才找到 沒有她說話的 你不會聽到她說道 你不會聽到她怎樣帶領人 這個人物到底 是不是真的 全能神教會的帶領者呢 其實是絕對質疑的 即是一個隱形的領袖 其實那個領袖是一群的 他們那群的領袖 那群的領袖 那群的領袖就沒有出名 就說這個女基督徒到了 但其實是沒有的 但有些人又很迷 很受的影響 這也是我們要小心 他就說這個閃電 就是由東方有祝國出的 這也是一個虛假的教導 即是說人子降臨 然後怎樣呢 這個災難過去 日頭就變黑了 月亮都不放光 眾星要跌下來 天氣都要震動 即整個天氣好像 捲起的 會走的 然後怎樣發生呢 第三十節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俗都要愛 他們要看見 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間則天氣都雲降臨 他要差遣 事者用號 和大聲 將他的選民 從四方從天者邊 到那天那邊 都朝聚了來 這裏很清楚說到 是萬俗看見耶穌回來 並不是幾圖隱形地被騰 這裏說到 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 然後地上萬俗就哭了 因為他們後悔 他沒有信到耶穌 沒有跟從耶穌 不只是信耶穌 信而跟從的 不是跟從得救 是信得救 不過信的人必定跟從 必定遵從 和侍奉神 萬俗就哭了 他們看見人子有能力 就是萬俗都看見 他有能力 有大榮耀 天上的雲降臨 有了降臨的時候 他就是親事者 用號碼的聲音 將他選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 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就說到 萬俗看見他哭了 接著 他就將那些選民招聚一齊了 然後第三十七節 其實他的經文一直連續 一起讀 狼雅的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朝常吃喝嫁取 直到狼雅 盡方周的那日 不知不過洪水來要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他用狼雅日子來比較 就是狼雅日子怎樣 那些人仍然吃喝嫁取 每個人都享受 然後忽然從洪水來 即是那些人是被毀滅的 當時來說是浸死 但聖經講到 將來這些人不是浸死 不過他們被殺死 然後他們落地獄 那這裡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在全世界受災難的時候 即是這些不信的人 他們受災難的時候 好像在洪水的時候 就將他們傳到衝去 人子降臨也一樣 在降臨的時候 那些不信的人 就要受審判了 然後第四十節 和上面是連續的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節 一起讀一下 有時候兩個人在田裡 娶一個人騙下一個 兩個女人推磨 娶一個人騙下一個 所以你不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 你不知主是乃天龍道 在這個時候 當萬俗見到耶穌哀哭 然後呢 哀哭 看見人子降臨 將那些選民招聚了來 然後呢 狼野日子 他們就將那些不信的人 如何衝去 然後在這個時候 就兩個人在田裡 就拿一個 剩下一個 兩個人在吹磨 拿一個剩下一個 所以你要警醒 因為你不知主是乃天來道 那這要說到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 全世界都在哀哭的時候 忽然間有一個就被提了 剩下一個了 有些在外面 有些在屋裡的 忽然間有一個被提 所以這個很明顯 這個被提絕對是沒有說到 在災難之前 發生之前 但是在災難 最後期 耶穌回來的時候 這些信的人 就被提在空中與主相怨 在提示 現在 田書第四章 也有說到這件事情 而那裡的經文 我們已經不懂 因為讀到很多經文 他用了兩個 希臘文的字 一個是 就是Paurocia 這個字 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另一個就是Catabano 就是降臨 在《貼石家》前書第四章 是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然後 浩童末節出現的時候 信的人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那裡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 四十四十二 接著到四十五節 接著就說到 那些仆人怎麼要見主人 就是說 不只是說到經徒 是說到不信的仆人 不聽話的仆人 都會受到這些災難 我們一起讀一下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 為主人所派 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量給他們 四十八節 倘若那惡局 心裡說 我主人必來得慈 四十一節 重重地處置他 定他和假冒為善 這人同罪 在那裡必要哀哭徹此了 接著耶穌就說了 他說有兩種仆人 一種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 他就按時分量 但是另外一些惡局 他說主人來得慈 他就亂地做事 就是他們做很多不好事 主人回來就重重處置他 就定他和假冒為善的同罪 在那裡必要哀哭徹此 這都是白色泰二十四章 即是說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將那些跟從他的人 賞辭 而那些不聽話 就是懲罰的時候 所以是一個 全世界都面對他的時候 以上所說的 就是講什麼呢 我總括一下意思 聖經所說 基督徒被提並不是免去災難 我總括一下 我總括一下 我會想像的 有什麼意見 現在就知道 每天都不說 我會想像的 在什麼程中 有什麼程序 有什麼程序 我會想像的 你跟著我 我會想像是 我會想像的 我會想像的 我會想像的